三族金屋颇为自负 以自己的金屋神火 瞬息之间便可将这该死的人类烧成渣子 好疼 请我前辈饶命 饶命啊 火海中 谭云浑身灵力喷涌 一边惨烈哀嚎 一边在火海中不断翻滚 饶命 我坚持不住了 坚持不住了 那你就去死吧 见大局已定 三族金屋的心神不由瞬间放松 火海中翻滚的谭云 骤然迎着火海狂暴地冲向三族金屋 尽你沐心轻易火舞仙臣 给我上 火海震荡之际 谭云没心处 骤然蹦射金木水火图五种属性的鸿蒙神剑 神剑骤然化作千丈之巨 分别朝三族金屋的眉心颈部腹部 左翼右翼抱磁而去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毫无防备的三族金屋 倍感惊悚 什么 你竟然不怕本尊的金屋神火 三族金屋震惊得仓皇躲闪 尽管他躲开了眉心致命的一剑 但他的脖子却被神剑木心洞穿 千丈之巨的木心就这么插在他的脖子之上 而神剑轻盈则擦着他的心脏 自腹部刺入 自后背刺出 至于火舞仙臣 则带着滚烫鲜血 将三族金屋的双翼根部 斩出身壳剑骨的伤口 这一刻 滚烫如同岩浆般的血液 自三族金屋的脖子腹部 和双翼根部喷涌而出 杀 弹云立合之际 一双巨铜透出了弑血光泽 鸿蒙神剑寂灭 从他的眉心飙舍而出 鸿蒙神部 他右手死死攥紧剑柄 木然化作一道金色水流 急速穿越湖海 出现在三族金屋脖子之前 人类 本尊要杀了你 给本尊死 尽管三族金屋负伤 但他仍旧速度极快 闪开了这致命的一击 他煽动喷血的双翼 从天而起之际 腹部第三只锋利的巨爪 便朝弹云抓了过去 哗啦啦的水流声不绝于耳 弹云瞬间化作金色水流 犹如金色巨蟒 沿着三族金屋 粗壮的第三条腿 急速盘绕而上 在到达其腹部之后 再度化作人形 紧接着 便将神剑击灭 狠狠刺入三族金屋的腹部 岩浆般滚烫的鲜血 瞬间喷得谭云浑身都是 在三族金屋 惨绝人寰的爱好声里 谭云双手紧握剑柄 打算将三族金屋的腹部 彻底切开 顿时吃辣一声 鲜血滚滚涌了出来 当寂灭锋利的剑刃 将三族金屋腹部 切除一道百丈之举的伤口时 他的剑刃卡在了三族金屋的骨头上 谭云忍不住破口大骂 一股不祥的预感悠然而生 他清楚 若想偷袭杀死三族金屋 必须一气呵成 中间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哪怕停顿丁点时间 以三族金屋的速度 自己也会性命堪忧 果不其然 随着不祥预感 自谭云心头悠然而生 三族金屋 以谭云根本无法躲闪的速度 再度探出第三只剑刀 接着 这剑刀便从谭云胸膛 生生刺了进去 在刺断谭云齐根肋骨之后 从其后背动窗而出 接着 剑刀猛然回缩 将谭云穿胸而过之后 便勾在了剑刀之上 谭云面色苍白 鲜血不断从口中喷涌出来 尚未洒落虚空 已被火海生生蒸发 此刻身负重伤的三族金屋 巨爪带着头云木炫 喷血不止的谭云 狠狠撞向了一座山峰 碰的一声 数万丈的雄风 在尘土飞扬之中 轰然崩塌 卑微的人类 你敢伤了本尊 本尊要你不得好死 充满杀意的声音响起 三族金屋第一条巨腿弯曲之后 巨爪默然抓住谭云的左腿 而另一只巨爪 则刺入了谭云的右腿 谭云难以遏制地发出了痛苦丝毫 此刻 谭云的模样惨不忍睹 胸膛被巨爪固定 双腿亦是被巨爪刺穿 极品玲珑圣塔内 众女看得是伤心欲绝 而站在人群后方的沈素兵 则沉默不语 只有泪水速速滑落 一声清晰的鼓烈声 传入塔内所有人耳中 众人透过临时发现 三足金屋抓住谭云双腿的巨爪 猛然发力 想将谭云硬生生撕作两劫 谭云咬紧牙关 然而树根肋骨被三足金屋的 第三只巨爪击断 他根本无法发出力量 他仍旧在痛苦丝毫 此时 三足金屋已然将他的双腿 生生撕裂下来 血液喷溅之中 谭云只剩上半身 仍旧被巨爪勾着 圣塔内 薛紫烟发疯了一般的哭泣 姐夫你坚持住 紫烟这就来救你 谭云 你坚持住啊 哭成累人的众人 就要冲出圣塔之际 谭云的声音忽然传入众人耳中 没有我的命令 都别出来 金屋生活极其强悍 你们出来不过是送死 老袁大块头摩尔 你们记住 没有我的命令 你们也别出来 如今三足金屋也身负重伤 待会儿我抓住时机 给你们出手的机会 在此之前全都带好 还有 紫烟是要 仙儿梦依 你们别哭了 几女文言频频点头 虽说说着不哭 但她们仍旧心如刀脚 泪如泉涌 而始天魔元众兽 看着惨烈的谭云 亦是泪流满面 两百多万里外的虚空里 冯天伦以及冯族长老们 顾不上震惊谭云 为何不惧怕 令人闻风丧胆的金屋生活 他们担心的是 这一次谭云和自己 能否逃过一劫 他们也很想上去救谭云 但他们清楚 自己根本承受不住 金屋生活的焚烧